各位评审、老师、大家好 本作品是行人安全斑马线 我现在要为您做影片介绍 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呢? 原因是起源于 平时学校放学后 我们走路回家时都会经过斑马线 常常会觉得很危险 因为斑马线已经脱落而且交不明显 所以来车常常会没注意到斑马线而直接开过去 且斑马线左右两边的停止线距离较小 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增加危险性 于是我们希望提高斑马线的安全性 在搜集资料以及讨论后 发现斑马线会随着日晒、雨水冲刷、轮胎摩擦等因素而渐渐的脱落 这样斑马线就会比较不明显 导致来车没有看到斑马线 若是在下雨、晚上以及起雾的时候会导致视线不佳 让斑马线变得更模糊 也让行径中的来车忽略掉斑马线的存在 而导致意外的发生 我们在经过讨论及搜集资料之后 决定了要达成的目的以及希望的目标 1.提升行人穿越斑马线时的安全 2.改善因为下雨、起雾而导致视线不佳的斑马线 3.使斑马线在夜晚的时候更加显眼 4.使灯光随着路人行走的位置而亮 5.减少音跳号因素导致意外的事故发生 6.使来车确认行人的行进位置 接下来是作品操作流程 首先,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时 人体红外线的感测器就会开始进行感测 感测到人体后 斑马线的LED灯就会随着行人移动而亮起灯 这样就会让斑马线上的人更醒目 此时表示系统正常运作 在人体红外线开始感测后 压力感测器就会启动 当车子压到压力感测器时 红绿灯感上的LED灯就会开始闪烁 并紧续来车 达到二次的提醒 以上是操作流程 结论 我们希望若是能使用在现实上的话 随着行人的行走而亮起的LED灯 不仅提醒来车斑马线上有行人在行走 并为斑马线上的行人提高安全性 以及车子压到压力感测器时 就会让红绿灯感上的LED灯进行闪烁 并紧视来车 这样就可以达到二次的提醒 以上是影片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广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